旅美大提琴家郭前哲 和年仅10岁的先天性 写有病患又又于妹妹 今天站上了中国复一 儿童医院的舞台 透过音乐会鼓励八仙承报 意外的伤者勇敢面对 用音乐抚慰人心 专注的表情 深信音乐能抚慰人心 旅美大提琴家郭前哲 今天为病同工艺演出时 加码演奏孟德尔颂的五言曲 献给八仙承报的伤者 打底心里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朋友们 这是我的台湾的故乡的朋友们 其实那首歌已经在我的心里 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 他们早日康复 音乐家郭前哲表示 粉尘意外的伤者遇上横祸 身为音乐家 想用音符为受伤者 带来正面能量 把一个心灵上的一种 医疗陪伴 陪伴我们人生的一个 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件事呢 能带给 分享 能跟大家分享 小小的双手弹着钢琴 只有十岁的先天性 邪有病患 幼幼与妹妹 也站在舞台上 用琴音鼓励伤者 他们也是很有感的啊 他们也不会这样被 他们也不会觉得 很痛很痛很痛 幼幼说 看到八仙城堡的伤者 应该比自己每天打针 还要痛上一百倍 想到自己很痛时 同学都会鼓励他 所以努力练琴 勇敢上台演出 希望帮助这次意外的伤者 我上台之后 我没有放弃 我没有放弃 应该要上台 然后要献给八仙 八仙残暴受三个人 远方表示 当天的表演曲子 将录制成音档 给商者及家属听 希望透过音乐 鼓励他们勇敢面对 新唐人天电视 秋天喜 詹永如 台湾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